接下來為你播出的是 由天堡旅遊觀榮贊助的 晚間粵語新聞 明天是加拿大的147歲生日 多士會有封路措施配合慶祝活動 多倫多市長福特宣布復出 今天下午召開記者會 但沒有回答記者的提問 送用汽車公司 再因爬車系統有問題 要回收760萬的汽車 各位觀眾晚安 歡迎收看6月30號 星期一的晚間新聞 我是劉嘉欣 新聞的詳細內容 明天是本國第147個生日 多士市中心將會有不同的活動 慶祝或慶日 所以市中心會再有封路措施 在多倫多市中心的Queens Park Circle 由College至Hosgan路段 會在明早6點到晚上7點封閉 至於士嘉堡的Brimpley Road 在Progress Avenue 和Else May Road之間的路段 會在明天下午1點半至6點鐘封閉 在Else May Road至Laurence Avenue之間的路段 會在明天下午4點至7點封閉 而Midland到McCowen之間的路段 就會在明天下午4點至5點封閉 在賴市民廣場的國慶日慶祝活動 會在明天中午12點至晚上11點舉行 Yong Street由North York 到Park Home的南行線 會在明天中午12點到晚上11點封閉 全線會在明天7點至晚上11點封閉 多倫多市長福特在休假大約2個月之後 已經在今早早離開在多倫多以北的Maskoka 度假區的康復中心返回多倫多 並在下午3點半召開記者會發表聲明 但他卻沒有回答記者的提問 福特在重返工作崗位的同時 預期會重新啟動在今年10月27日 安省市政選舉中 爭取連任市長的競選宣傳工作 福特在去年5月被傳媒拍到他疑似吸毒 之後接連傳出醜聞 他在去年11月承認曾經在醉酒的情況下嘗試毒品 以及在在位時曾經使用毒品 之後被市業會剝奪大部分的市長權力 由副市長凱利掌管大權 福特曾經誓言不會再喝酒 但是在再有關於他的片段傳出之後 承認有喝酒 福特在4月30日開始休假進入康復中心 他向多倫多太陽報表示 感覺非常好 他有承諾大家會見到一個和之前完全不同的福特 緬省24個社區和沙省東南部多處 因為暴雨導致水浸 正處於緊急狀態 兩個省份在剛過去的週末都有暴雨 部分地區的降雨量達到超過200毫米 有多條道路因為水浸而被封閉 沙省利在蘭的消防部門說 排水系統處理的水量已經達到可以應付的頂點 勸於居民暫時避免用水 包括不好洗澡、洗衣甚至是衝刺 以免增加排水系統的壓力 在沙省的目索明鎮 大約三分之一的地方因為水浸而有損毀 當地市長說部分地庫的水深大度一公尺 而在沙省的細小農業社區Ginsborough 市長說有幾十間房屋和雙泡水浸 形容情況是一場災難 緬省的多泛市自星期六晚開始出現暴雨 為當地帶來約100米的降雨量 WestJet航空公司一度 取消在緬省布蘭根的所有航班 統計局在今日公布 全國四月份的國內生產總值上升了0.1% 不過有經濟學家所認為 這樣的增長速度不足以令失業率回落 加拿大統計局公布 全國四月的國內生產總值上升0.1% 增長步伐和3月一樣 不過數據較經濟事源 先普遍預期的增長0.2% 服務業的生產在四月上升0.3% 主要由批發和零售業帶動 而商品生產就下跌0.3% 在主要類別裏 除了製造業之外 其他的商品生產都暴跌 其內的批發貿易上升1.3% 零售貿易上升0.8% 滿地可銀行資本市場部門的首席經濟師 波特認為 本國經濟增長速度 不足以令失業率回落 或出現令人振奮的警方 華好TV 朱冠杰報導 今天是聯邦四個選區舉行保選國會議員的日子 票站由今早9點鐘至晚上9點半開放 最後會陸續有點票結果 四區補選其中兩區位於多倫多 分別是因為聯邦新民主黨國會議員周志偉 轉戰多倫多市長 令到Trinities with Dinah出現議席兇決 以及因為聯邦自由黨國會議員詹嘉麗 競逐多倫多市議員 而需要舉行保選的市家保愛政國 另外兩個選區分別位於亞省的 Ford McMurray Athabasca和MacLeod 現在先休息一會兒 小學回來會有國際方面的消息 天堡旅遊 天堡旅遊 電商殺入這個生鮮雞市場 擺明了就是利用他們的配送優勢 大家知道電商的特點是什麼?快 在網上買過東西的朋友知道 下單後你就會有體會 說真的, 網絡語言是按不了的 因為人人都在用 報紙、雜誌、電視都經常說 慢慢這些詞就會潛移不花 在中國廣東搖族博物館這裡 廣解員正在這裡為遊客 介紹陳歷於遠古尋中展示廳的巨型字畫 在這個展廳裡面 關於搖族起源的物物有很多很多 那為什麼在眾多的姿勢當中 只有過山搖這種生活狀態 延續上千年那麼久呢? 上洞、下洞、中洞都是兩天 那肯定是一個很適合人居的地方 馬上拍照 這個很膳 頂勞通話 我長輯這樣, düşün到一些地方 發uki交易 現在 bubble, 這個沒有太大 聊天已經很油膩 那我喝飲了 因為那裡已經很快要做 天句 這些 filt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次回收主要是较旧款的中型车款 令通融汽车今年回收汽车的总数超过2800架 通融已经收到与这个问题相关的三宗死亡报告 八宗受伤报告和七宗车祸的报告 通融汽车顾问分白格表示 对于证实在由于通融汽车撻火系统故障而发生的车祸 通融将会向受害人或他们的家属作出赔偿 到目前为止 有13人写于与他车系统有关的车祸 每名受害人或家属所获得的赔偿金额 将会因应情况而不同 例如年身有$75,000的25岁受害人 已婚及育有两名子女的话 家属可以获得510万元的赔偿 而严重受伤人士可以获得的赔偿金额 会比死亡人士高 例如一名年身有$7万的40岁受害人 已婚、没有子女 但在意外中导致瘫患的话 可以获得660万的赔偿 但通融就会限制轻伤者所得的赔偿 视乎伤者留院时间的长短而定 放适与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事件类同 印度成功发射一箭五星 搭载卫生的火箭 由印度南部安德拉帮发射 火箭载有5个人造卫星 分别由法国、德国、加拿大 和新加坡四国制造 新上任的总理莫迪都长观看发射过程 指印度已成为全球航天技术的低成本供应商 印度在2008年成功发射过一箭十星 而中国至今最多是一箭六星 华尔TV朱冠杰报道 曾经是亚尔盖达分支的 信尼派武装组织 伊拉克和黎范德伊斯兰国 本月初开始占据北部 和西部大部分地区 以及轮郭敘利亚北部 他们在网站声称 在占领区成立新的伊斯兰国家 实施严格的伊斯兰教律法 组织领袖巴格达迪是新国家首脑 富裕居民效忠 华尔TV朱冠杰报道 读民过后 看下最新的世界杯彩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